人如果没有了多巴胺会变得怎么样 答案是会变成一具没有反馈能力的活死人 或者说是僵尸 多巴胺关联着人的快乐、成瘾、渴求以及活力 同时它也是人类行为驱动力的基本信号来源 这个动力也包括了人探索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人类十六种基本需求之三 好奇心 好奇心是一个多因素交叉投射出的结果 它会涉及生理、心理、神经化学、生物演化等多方面驱动因子 这里面的一个必要因素便是多巴胺 之前看一个科普我主说 人没有了多巴胺会陷入到一种重度抑郁的严重痛苦中 其实不是的 对了多巴胺人只会变得像一块石头 变得麻木僵硬、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感情 好像是失去了一切为人的东西 而重度抑郁的彻底无助只是让人失去了启动性 只是让人失去了对事物的兴趣 但是这个能力其实是还在的 而没有了多巴胺人是真的无法动弹的 这个论点来自于给一些类帕金森患者的观察结果 我们之前讲过在1918年欧美地区曾经被一场严重的流感席选过 然后其中一部分人在若干年后就患上了一种 类似于帕金森的症状 但是比帕金森严重很多 令人一开始是单纯的肢体抖动僵硬无法自控 到最后会发展为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你对他说话做事都不会有任何反应 只有个别人保留了一点点的机械反应 比如扔过去一个球他会条件反射的接触 后来医生给他们使用了多巴胺的前体物质左旋度吧 转暂地恢复了他们的知觉和行动力 但是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就又变回了僵尸 这个症状被称为嗜睡性脑炎 后来学着推测治病的原因是当初的流感病毒 让这些人产生或者接受多巴胺的能力被破坏掉了 所以从这个历史案例来看 多巴胺的丧失就是行动力的丧失 所以如果没有了多巴胺这个大前提 那么好奇心这个极具生命力的东西自然也不会存在 关于好奇心比较系统的研究来自于这篇Neura上的文章 文章总结出了好奇心的四个基本论点 分别为功能、进化、机制以及发展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这四个基本点 用七分钟的时间阐述一下关于好奇心的底层原理 首先第一个点是好奇心对人类的作用 或者说是它的功能 好奇心一个最大的受益点是 它会给生物体带来快乐 就普遍的认真而言 人们认为只有一些聪明的动物才会有好奇心 比如喜欢捉动物尾巴的乌鸦 幻见的鹦鹉 好奇的猫咪或者狐狸等等 而事实上好奇心涵盖的动物范围特别广 有一些研究甚至认为献虫也拥有类似于好奇心的行为 比如漫无目的的信息探索 简单的低等动物好奇心的表现不明显 更复杂的哺乳类鸟类这些动物会让人直观地感受到 饭剑能够让它们感受到快乐 其实挺莫名其妙的 人类在饭剑的时候也会有快乐的感觉 这一点需要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尝试 因为好奇心会几乎伪状和雨额下回这一部分与蒋类相关的脑区 并且还会引发对蒋类状态的期待 而完成饭剑后又会收获到期待完结的满足感 所以人就是会感觉到快乐 这个状态比较像是 搜巴案主人给饭剑者交代了一个任务 执行完主人的任务 饭剑者自然是欢喜的 好奇心的生物性功能是 它会促进个体对蒋类的期待 这种期待会推动生物体去探索一些未知的问题 并获取奖励 如果这个奖励迟迟迟得不到满足 那么个体就会持续地去探索这个位置 比如人类对生命 对物质 对宇宙的探索 同时对间接地推动了知识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还有一种情况是 影视作品或者小说中的悬念 人们总好奇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但是下一步总会出现新的悬念 所以这种作品就很容易牵扯人们去看下去 在脑神经层面 好奇心会增加大脑神经网络的可塑性 提升心智和智能水平 对知识的好奇心对我们称为求知欲 在一项对600名幼儿园儿童的调查发现 好奇心与儿童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是正相关的 并且在社会地位低下的儿童群体中 这个差异会更加明显 对于成年而言 好奇心的多寡会影响人的晶体之力 也就是人后天习得的知识 以及对知识的实用能力 一个人对事物的好奇心越强烈 那么逻辑上他所收获的知识就会越多 同时研究还发现好奇心与人的流体之力 也就是运算速度 记忆和推理能力也存在正相关联 先天这方面能力强的人 好奇心也会相应的强 看起来似乎好奇心关联着人的智商 不过国外的各种研究并没有明确这一点 好像如果明确了就会有人受到歧视一样 第二个点是好奇心的进化 传统理论会将好奇心视为 获取信息来解决不确定性的内在动机 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我们所见的这个东西是个啥 这种确认来自于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 如果一个人处于完全未知 完全不确定不可控的环境中 那么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 甚至是混乱崩坏的感觉 这是人类身为一个负商体 对和谐手续的天然追求 而对不确定事物进行确认的行为 在原始部落灵长动物 甚至非灵长动物身上都能看见 假设你作为一个原始人 在野外遇见一团东西 那么你就需要用棍子扒了两下来 确认它是不是蛇 众愿可以更大程度地 避免危机生命的状况发生 又或者你遇到一个不知名的果实 恰好自己又很饿 那么你就会通过味觉嗅觉 来确认它是否能够实用 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 对未知事物的信息探索 我们需要精确地确认 或者定义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 它能做什么 或者它会怎么样 消灭不确定性 就是消灭潜在的威胁 而且极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获得奖励 第三点是好奇心的神经机制 人类的行为离不开大脑 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扫描下 人们发现好奇心会激活 与奖励期待相关的脑区 而当答案揭晓时 海马旁回海马蹄等 关于学习和记忆的脑区 则会被激活 这则说明了好奇心 与学习和智力有关 另一方面 给被试者观察模糊照片时 会激活他们的前扣带皮层和导夜 关于厌恶的神经活动 这是一种负面的反射 而这个模糊照片的冲突解决后 奖励回路又会被激活 从这个实验来看 好奇心可能是通过引发一种冲突感 然后为了消灭这种冲突 机体就会发出相应的动力 解决这种冲突并获取奖励 心理学把这种消灭失调感的行为 称之为认知失调 而可以运用在写小说或者视频的开头 足够强的冲突就会引发足够多的观众 比如是一少年被退婚 第四个点是好奇心的发展 关于好奇心的发展 一些研究是以婴儿为研究标准的 研究的结论是 好奇心和游戏的目的是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来构建知识 这是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很早就得出来的结论 其实即便我们不看这些研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观感 好奇兴趣和玩耍可以发展出人与这个世界的沟通模式 继而让个体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另外一个维度上 一只哺乳动物鸟类大部分都有好奇心 接知动物鱼类等一部分可以观察到有好奇的表现 如果把好奇心的标准降低为探索信息 那么所有的动物甚至是单细胞生物都会拥有这个动作 比如蓝细菌的趋光性 它们会朝着有光的地方运动而尽量避免无光趋 放眼整个地球 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拥有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 而这种能力的本质是 生物体对环境刺激做出的本能反射 不同的生命会通过遗传编码 演进出不同的反射效应 比如耗氧菌和艳氧菌 水生生物和陆生生物 是我们内置的程序有所区别 导致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行为结果 人也是一样的 人拥有底层硬件配置 也就是遗传层面上的禀赋 也有后天安装的程序 比如思维、观念、信念、思想等 这二者共同协作 构建出了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人 而人之所以出现心理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我们的信念系统以及相伴的条件反射出了问题 早年创伤会让我们一部分信念系统停在那里 造成了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应对世界的方式比较原始或者不合理 比如不该激动的时候激动 不该痛苦的时候痛苦 这些难以自制的东西是无意识的动力在操纵着 而改变它的方式就是用心理学的方式 识别并改变这些不合理运行的系统 相当于删除一些陈旧的APP 然后安装一些更先进的版本 如果人的这些老旧系统都得到了更新 那么人的人生剧本也将随之更新 然后你将迎接接下来的 由你自己谱写的崭新的命运 感谢观看